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渴望一场与婚姻无关的爱情 爱情一场情感的唯美 可以感天动地 可以流芳千古 只是一份纯粹的爱情的盛宴 是一场爱的眷恋 婚姻爱情的归宿 还有责任和义务 是一场因为爱情而结合的情感意愿选择 也是人类本性的必然选择 繁衍生殖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浮躁之气大背景下的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在背负着不堪重负 所以我们看到了形形四色的减压 与婚现象的产生 婚外情现象的日益严重性 家庭是一个婚姻的体现方式 在一个家庭中存在着诸多的富仲 经济的收入压力 感情的苦闷无法释放孩子养育问题 父母的赡养压力等等 都让婚姻内脆弱者 不负责任者选择了婚外情 或者爱美等方式来进行逃避 人们为了选择能够相对少奋斗几年 甚至几十年 而选择了条件匹配婚姻 为了更好地获得求生的机会 而选择了适者生存法则的越来越现实 所选择的婚姻也越来越与爱无关 其实自我们的内心而论 我们都不愿苟且地活着 尤其是在感情中苟且偷生 如果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活着 又有谁不想渴望与自己真爱的人白头偕老 又有谁不想因一段情而缠绵一生 又有谁不向往一场与婚姻无关 只与感情有染的纯粹的爱情呢